大家好,今天法国在诺曼底举行了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纪念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泽连斯基共同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战机 另外批准使用法国的导弹攻击俄本土 本土包括俄罗斯境内目标 这是马克龙再次向俄罗斯展示强硬 马克龙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的幻影2000D战机是老旧机型 目前我从俄罗斯方面获得的情报是一共5架将在未来几天提供给乌方 5架幻影2000D 这个机型非常旧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机型 幻影2000D 一共5架 这是第一批 未来可能还会有 那俄罗斯情报显示呢 法军的向乌克兰提供的战机还包括飞行员 因为乌克兰飞行员是没有能力驾驶欢迎2000的 那也说明法军飞行员将随5架战机 这5架欢迎2000战机进入乌克兰 第一批法军已经在基辅在乌克兰方面驻扎了 那么说法国方面开始大顾问的向乌克兰提供军员和军人员 那之后呢 可能会将 欢迎2000的升级板 向乌克兰提供 意大利的外交部长 塔亚尼 他昨天表示 意大利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事人员 意大利还不允许使用北约武器攻击和本土 所以意大利现在和法国的整个的态度是相反的 那意大利呢 背后可能是有美国 意大利背后是美国 英国支持的 大家一定要懂 欧洲现在呢 法国想要独立出来 在军事上把欧洲从北约独立出来 意大利呢 实际上和法国不同 意大利和美国和英国有很多的这个 秘密的沟通的渠道 所以欧洲各国其实并没有统一 意大利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 副总理萨尔维尼表示 政府不会重新考虑禁止俄罗斯 移交乌克兰武器禁令 那如果呢 战争升级的话 意大利可能会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那么意大利现在向乌克兰提供的包括15毫米的意大利炮 还有 SAMP-T防空导弹 那这些武器呢 那这些武器呢 未来呢 意大利提供的这些武器啊都可以攻击俄本土 意大利呢目前向乌克兰提供的是超过10亿美元的援助 上个月呢 上周呢还在罗马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 所以意大利未来呢也在法国还有美国啊这种对抗中啊意大利也在摇摆 那法国还表示呢 将向乌克兰啊派出教官培训4500名乌克兰士兵 法国的马克龙昨天表示啊 我们在任何条件情况下不会与乌克兰啊 有俄罗斯及其人民交战 那法国这些武器的操作啊包括培训 最后都是由法国教官来执行啊 所以你看法国现在呢 他一方面要缓和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 另一方面呢又极力的要在乌克兰啊加强自己的军事存在 所以这背后呢还是法国和美国在争夺欧洲的这个指挥权 古巴方面呢 昨天俄罗斯方面呢宣布啊 俄罗斯的联合舰队啊抵达古巴 俄罗斯的军舰啊还有潜艇将 前往古巴并在加勒比海进行军事演习 可能会持续数周啊 目前呢 访问目标还包括委内拉 莫斯科方面没有给出具体的信息 美国方面正表示密切关注俄罗斯特检舰队访问古巴的态势 美国认为呢这个访问和演习不会对美国啊造成威胁 俄罗斯这次的军事演习呢出动的包括扫雷舰运输补给舰潜艇 主要是在古巴呢进行这个军事演习啊 并不排除啊将访问委任拉 那也说明普京呢准备在美国的后院啊 在南美俄军呢准备加强这个军事存在 这也是向美国方面啊发出一个警告 因为如果俄罗斯未来和美国冲突升级的话 俄罗斯可以武装这个反美联盟 特别是加勒比地区的反美联盟 今天俄罗斯的情况呢 俄罗斯方面呢在法国方面宣布啊将向乌克兰提供战机 那么随后呢 俄罗斯方面逮捕了一名法国间谍 这逮捕的画面 那这名法国间谍呢被控啊是 向法国提供啊俄罗斯军事情报 地点呢是在莫斯科 另外呢今天莫斯科呢还发生一起枪箭啊 枪手呢开四枪 两枪爆头 一枪呢射中身体 另外一枪被命中 死者呢是菲利达威德科夫 凶手呢是在莫斯科的高松路啊 被拍下行凶的过程 黑男子呢现在是一直被追捕啊 所以呢现在整个莫斯科其实是非常乱的 一天连续发生两起啊 这个枪杀案 咱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现在的情况 俄罗斯的巴利茨基 他今天呢向媒体证实 俄罗斯方面呢将正式的接收四个新地区 以及克里米亚并命名为新俄罗斯 就未来克里米亚和乌东四个州 命名叫新俄罗斯 这个将加入新的联邦啊 加入俄联邦 你说普京未来不会交易啊 以占领的区域啊 那莫斯科方面的这个态度非常坚决啊 占领的土地是绝对不会在拱手让出的 现在在乌克兰呢 俄军进行大国务空袭啊 咱们来看一下空袭的情况 那俄军呢 首先对克里沃罗格附近的多尔金采沃机场发动空袭 一架乌克兰的苏二五战机被摧毁 无人机呢 现在是对乌军多地目标啊 进行了大国务空袭 这是昨天夜间 俄军呢 是使用了柳叶刀无人机 另外还有核35巡航导弹打击这个机场 这个机场的位置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儿 克里沃罗格这个机场的打击呢 是摧毁了苏二五 还有米格二九 这个地区呢 这是乌军主要攻击俄南部地区炼油厂的这个基地啊 可以沃罗格在这儿 这个基地啊 它出动的无人机可以攻击顿河畔罗斯托夫 还有俄罗斯的这个南部地区 很多炼油厂都遭到这个机场的攻击 所以这次打击主要是摧毁啊 它这个巡航导弹的基地 另外打击乌克兰的无人机的基地 原因呢 是昨天呢 这个罗斯托夫地区的 新沙赫金斯基炼油厂 遭到无人机 这个炼油厂呢 被完全摧毁啊 凌晨四点呢 大火被扑灭啊 所以这是今天第二次啊 连续第二次对俄罗斯的南部 炼油设施进行空袭 这个工厂是罗斯托夫地区 唯一的一家炼油厂 也是俄部 俄南帮 俄联邦南部地区 最大炼油厂之一 所以俄罗斯方面呢 今天空袭主要是对这个炼油厂 空袭的报复 乌克兰方面呢 认为呢 这次打击啊 该炼油厂主要是能够提高 西方国家在 俄罗斯市场的战略 因为俄罗斯方面 这个炼油厂被摧毁 俄罗斯将很难向国际市场提供能源 燃料 那么它的市场份额将被 埃克森美孚撬牌 这些美国公司占据 另外也可以限制中国和俄罗斯合作 那石油技术设施呢 现在防护呢 俄罗斯正在加强 另外也提高了俄罗斯啊 能源设施 包括能源价格 这个攻击实际上呢 增加了俄罗斯的这个防控压力 那在楚格耶夫啊 乌军呢 也遭到了俄军大国墓的空袭 是在哈尔科夫啊 楚格耶夫 他的后勤基地遭到俄军大国墓空袭 楚格耶夫 今天呢 还包括基辅啊 基辅也发生了爆炸 大家可以看一下基辅 那么现在呢 北约方面特别是 法国方面啊 现在计划向乌克兰提供 军事援助 另外出兵乌克兰 美国方面呢 现在也有新的消息 美国准备调集30万士兵 前往欧洲来增援 乌克兰 30万士兵的计划呢 是从欧洲各地前往 靠近乌克兰的边境地区 那现在呢 有五个预定港口 都可以将美军 大股们向乌克兰集结 首先呢 是荷兰 德国 波兰 意大利 希腊 土耳其 瑞典 芬兰 这些波罗的海港口 那可以运送人员超过30万 北约联合支援后勤司令部 司令亚历山大 索尔弗兰克 中将呢 表示乌克兰的作战经验表明 像伊拉克阿富汗这样的大型 后勤基地已经不再重要 一旦发生冲突 很快将会被摧毁 新计划的制定考虑到了风险 那美国呢 将创建可持续的运输链 将不会建立这种大型基地 而是呢 要用这个 供应链啊 供应链的稳定 可持续性 最关键 就是你已经你摧毁了 我还可以继续啊 继续使用 德国国务长啊 皮斯托里斯表示啊 德国呢 需要在2029年之前 做好发生战争的准备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胜利啊 将使柏林 付出更多军事援助 和财政援助 皮斯托里斯呼吁啊 恢复义务兵一致 刻不容缓 就德国现在也在准备着啊 和俄罗斯发生正面的冲突 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呢 昨天表示 欧洲已经处于 俄罗斯联邦开战的中期阶段 外交部长 希尔托 也有类似观点 现在整个欧洲啊 现在来看 从法国 德国 包括美国的态度来看 都是要在乌克兰战场 加强军事存在 那么实际上呢 俄罗斯现在也在做着 和欧洲开战的准备 包括美国中情局前特工 拉里约翰逊 在YouTube频道上 也判断 西方许多人 已经开始公开表示 与俄罗斯发生 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所以现在欧洲呢 实际上处在这个十度入口 那瑞士和平峰会上啊 美国智库分析啊 那西方呢 正在通过乌克兰 在瑞士的和平峰会 构建一个反俄联盟 为下一季段 更大规模的和俄军 发生冲突做准备 也就是说 在瑞士举行的这个 乌克兰和平峰会啊 实际上呢 是西方要团结 对俄战争的 一次适时大会 所以中国就没有参与 这个和平峰会呢 将在世界主要领导人 缺席的情况下举行 拜登呢 也表示 将不会参会 中国国家主义新平 巴西的领导人 印度 还有 多国领导人 都拒绝参加 那这次呢 瑞士的峰会啊 很有可能是西方 以此为借口 那借助这次和平峰会 集结北约 还有欧洲的部队 向俄罗斯发动 大规模进攻的 战前的动员会 也就是说 利用这个和平峰会 来团结 能够团结的这些国家 并组建一支新的部队 未来和俄罗斯 在乌克兰开战 这种说法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从现在来看 这个各国家 其实你可以看 对瑞士峰会 态度非常谨慎 这不是说 我派个人去就完了 这次峰会 可能会造成 参会这些国家 集体宣誓 对吧 和俄罗斯 可以发生战争 并形成一种联盟 那你参加这个峰会 也是要和俄罗斯开战 那你其他国家去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自己和俄罗斯的关系 所以和俄罗斯有外交 还有正式商贸联系的国家 他是不会贸然加入这个瑞士的和平峰会 甚至可能都不会派人去 因为这样的话 可能会刺激到俄罗斯 这次瑞士峰会 还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反俄联盟 甚至美国 还有可能会利用这次峰会 形成一个与俄罗斯开战的 战前的动员 这实际上会刺激整个欧洲的局势升级 咱们再来看一下俄乌战场情况 昨天的这个战斗呢 奥列切纪念方向 俄军呢 是在新亚历山大罗夫卡 他这个北侧 俄军是取得了一定通过 那这个方向的战斗呢 主要是俄军现在是使用突击队啊 在新亚历山大罗夫卡 郊区进行巷战 而且从昨天俄军这个公布的一些视频和战斗经过来看 俄军的突击部队 还使用了新式的特巴林 在这个方向 奥切尼基 那么南部的这个战斗 谢利多 还有佩斯基 马林卡 这个方向 俄军呢 现在也在扩大优势 特别是南部库拉霍 沃达尔 俄军已经开始攻击康斯坦尼诺夫卡 康斯坦尼诺夫卡的战斗已经开始 目前呢 我获得的消息 康斯坦尼诺夫卡的郊区已经发生战斗 这个康斯坦尼诺夫卡被俄军控制以后啊 整个乌格达尔到马林卡 这个补给线 就被期断了 那么 库拉霍 大诺西尔卡这条线 就被俄军挤压 俄罗斯方面要解放这个顿尼斯克县马边界 这是今天呢 法国方面啊 关于 出兵乌克兰的最新消息 那么法国未来的这个5架 换引 换引2000战机 加上法国的飞行员 还有可能会部署在利沃夫房下 并利用罗马尼亚 它的这个基地啊 作为补给 所以未来俄罗斯方面空袭很有可能会围绕了乌克兰西部地区 也不排除啊 会对这个 奥德萨啊 黑海 沿岸地区进行空袭 这是今天空袭这个克里沃罗格 啊 多尔金采货机场的卫星照片啊 大家可以看 这已经被摧毁了啊 升起了白烟 所以俄罗斯未来呢 在和乌克兰和北约整个对抗中啊 俄罗斯其实也做好了全面开战的准备 普京昨天也表示了 俄罗斯呢 也不排除使用核武器 啊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欧洲 啊 德国也好 法国也好 美国也好 都在加强向乌克兰军援 但是他们内部呢 各有各的目的 都是要强调自己 特别欧洲 它的军事存在 美国现在来看呢 美国他现在加强对 波罗的海方向的一个增援 也是加强这个 北约的东义 是要加强对谁 对反法反德联盟 波兰立陶宛这些国家的控制 你看啊 他增兵的这个位置 要是法国他要求欧洲独立 那我美国我也增兵 我增兵到哪 到德国 波兰立陶宛 都国家 波罗的海国家 这些国家是什么 是听命于美国的 它和法国的关系很一般 那这些国家 获得了美国更多的援助 获得美国直接的这个军事帮助 就更听命于 美国而不是法国 所以法国呢 即使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并出兵乌克兰 法国也很难主导整个欧洲 所以你可以看 现在欧盟内部啊 欧洲内部也是都有自己的想法 特别意大利啊 意大利还是二战神的老样子 左右风源 又是欧盟的 但是呢 跟美国还没两眼去 所以现在来看 法国他想要左右整个欧洲 欧洲想要军事上 政治上独立 非常困难 因为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特别像波兰 他还想吞掉白俄罗斯 吞掉乌克兰西部 所以这个波兰啊 他和俄罗斯之间冲突 有美国在 那他就不会化解 而法国方面啊 想统一整个欧洲的力量 法国方面 我觉得想法也是幼稚 美国是绝对不能允许欧洲 形成团结的 让欧洲形成统一的 这会威胁到整个美国 甚至威胁到美元的霸权 俄罗斯普京深深的看到这一点 所以普京认为 俄罗斯在乌克兰 很多的行为最后会被接受 因为欧洲没有力量 欧洲打到最后 会被美国消耗 只能听话 最后只能和俄罗斯来 缓和这种关系 所以俄罗斯是一定能够吞下 乌克兰的领土的 这是今天俄欧战场情况 我会持续关注 为了法军在乌克兰的情况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继续拿